大家好 我是子定 前段時間是美國的橄欖球決賽超級晚 美國人民最熱鬧的節日 軍民們可能不太關心超級晚的結果 但是在比賽之前 美國空軍就派出了三架飛機 飛臨體育場呼嘯而過 實在是震撼 我們大家看這個圖片 可能已經猜出了這三架飛機的型號了 其實如果在美國重大的橄欖球比賽前 都會有美國空軍參與 我曾經去看了一場比賽 事先我是不知道的 到賽前的時候唱國歌結束之後 空軍三架飛機呼嘯而過 就在你頭頂上 那種感覺是非常震撼的 這一次是美國第55屆超級晚 所以美國空軍就派出了三架飛機 B-52 B-1B B-2 這數字一加起來正好是55 我們看超級晚的這張照片 最左邊是B-1B槍騎兵 中間的是B-2幽靈轟炸機 最右邊的是B-52轟炸機 我們今天就借這個機會 給大家好好介紹一下美國最讓人生畏的部隊之一 美國空軍全球打擊司令部 這個美國空軍全球打擊司令部 創立於2009年 非常新 負責掌控美國陸機和空機的核武器 並為美軍的全球威懾和作戰行動提供戰略轟炸機 目前擁有3.4萬人 20架B-2戰略轟炸機 76架B-52轟炸機 和450枚民兵3洲際彈道導彈 還有沒有被賦予核打擊任務的 62架B-1B戰略轟炸機 其中B-2 B-52還有民兵洲際導彈 都可以攜帶大量的核彈頭 這個司令部有兩個航空隊 分別稱為第八航空隊 位於佛羅里達州的沃倫空軍基地 第二次航空隊雖然名為航空隊 但實際上是一個洲際彈道導彈打擊部隊 有三個導彈連隊 美國所有的陸基洲際導彈都為他們管 但我們今天主要是講戰略轟炸機的部分 洲際導彈的部分我們以後會另開一集單獨講 美國戰略轟炸機總共就這麼三種 這次超級晚是全來了 我們先講B-2幽靈隱形空炸機 我們之前做了一集 就是世界最貴的戰機 就介紹過它了 身價24個億 兩架飛機頂人家一艘航空母艦 我們今天就再好好聊聊 B-2不為人知的秘密 說它到底好在哪裡 我們這裡再詳細介紹一下 B-2的隱身性能 戰機一般來說有這麼幾個地方 容易增大自己的雷達反射界面 一個是發動機 特別是進氣口 另外一個就是尾翼 但是我們看B-2 B-2的發動機進氣口在機翼的上方 大家看這個照片 進氣口在駕駛艙的兩側 飛機的上方 發動機在飛機的下方 這樣整個管道的設計是一個S狀 從上面進來撞了一個S到下面 這樣就可以使入射的雷達波 在這個S狀的管道裡不斷的折射 最後自然衰減無法反射回去 另外B-2很顯著的一個特點 它的發動機的噴嘴竟然在機翼之內 在身體之內也成蜂巢狀 我們看很多戰鬥機 它的發動機的噴嘴都在飛機的尾部 這樣的話你其實非常容易反射雷達波 並且高溫噴射出來的氣體 會產生明顯的紅外信號 但是B-2它不是這樣的 它的發動機內還裝有氣流混合器 它能夠將外面流經機翼表面的冷空氣 導入發動機中 持續降低發動機室外層的溫度 噴嘴呈寬扁狀 這就使得人在飛機的後方無法看到噴口 特別是由於採用了噴口溫度調節技術 噴嘴部分的紅外暴露信號大為減少 使得整體飛機的隱身性能大為增強 這簡直就是黑科技嘛 另外一個讓人感到非常吃驚的設計 就是B-2沒有垂直尾翼 大大減少了雷達反射減免 之前有位觀眾朋友提出過 德國在二戰期間也有款實驗飛機 HOR-29 它其實也沒有垂直尾翼 我覺得什麼時候倒可以做一集 盤點一下二戰時期 德國沒有實現的高科技武器 B-2主梁和發動機機艙都是採用的 鈦複合材料 其他部分主要採用碳纖維和石墨等複合材料 這些材料不易反射雷達波 並且不同的複合材料不是靠鉚釘拼合的 而經過高壓壓住而成的 此外整個機體都噴塗上了特別的吸波油漆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探測雷達的回波 所以我們看B-2的隱身性 這是結合了材料工程 機械工程 電子工程 航天工程 等最尖端的科技所打造的 整個B-2的翼展能夠達到48米 但是雷達反射截面卻只有0.1平方米 身價24億物有所值 B-2只生產了21架 一架出事故墜落了 一架就24億 剩下20架被編入了第509轟炸連隊 地處美國中部密蘇里州的懷特曼空軍基地 按照美國人的說法 這就處於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周圍啥都沒有 B-2會被派往海外的基地 比如印度洋上的迪格加西亞 還有太平洋的關島 由於B-2的隱身塗料非常貴 所以戰機要放在專用的機庫中 我們看印度洋上的迪格加西亞上 就專門為B-2修了4個機堡 所以你看新聞 一般B-2派往海外 它就是一個中隊4架飛機 一般不會超過4架飛機 我們再看B-52吧 別看它數字最大 其實是美國這些轟炸機裡面 出現最早的飛機 B-52真的是1952年首次試飛的飛機 美國計劃B-52經過改裝後 將會服役到2050年 那個時候最老的B-52多得有快百歲的高齡了 B-52轟炸機是波音公司研製的 總共生產了744架 最後一架B-52H 是在1962年10月交付的 在首架B-52轟炸機的出廠儀式上 當時美國空軍總參謀長 就將這款轟炸機描述為 航空時代的來福槍 我們就看看它到底長什麼樣 B-52機身長48.5米 翼展56.4米 相當於兩個籃球場的大小 而且能飛15000米的高度 最大負重31.5噸 B-52的載彈量非常多 最多可以攜帶20枚AGM-86B巡航導彈 此後B-52轟炸機經過多次升級 通訊設備、電子儀器、航電、引擎、油箱、彈艙 反正能換的都換了一遍 這些升級使得服役60多年的B-52轟炸機 能和新型電子戰場整合在一起 現在的B-52可以發射遠程導彈 還可以攜帶衛星制導炸彈 在目前的空軍轟炸機中 也只有它可以裝備核彈頭的巡航導彈 使得它具有空中核打擊能力 最後我們再來介紹一下美軍的B-1B 槍騎兵隱形超音速轟炸機 B-1B內部可以裝備34噸炸彈 外面可以裝備27噸武器 機身是隱形設計的 還可以進行低空飛行 B-1B整體是做過隱身處理 但是隱身性能和B-2是不能完全相比的 它的雷達反射界面據說是在1平方米左右 對於現役的轟炸機來說也是非常優秀的隱身能力 B-1B最大的特點就是可變後掠役 它的機翼可以隨時改變向後傾斜的角度 全部展開的時候有41.7米 後掠之後可以達到23.84米 在更高速飛行的時候 它一般採取後掠的飛行姿態 B-1B轟炸機可以攜帶24枚空對地巡航導彈AGM-158 射程超過1000公里 在距離交戰國海岸線500公里的時候 它就可以發起攻擊了 一般來說 防空導彈大多數射程 其實是在200公里以內 只有俄羅斯的S-400防空導彈射程可以達到400公里 但是如果B-1B轟炸機在500公里以外發起攻擊 交戰方將毫無辦法 只能眼看著沿海的各種設施 包括各種基地被炸毀 B-1B轟炸機還可以攜帶24枚反艦導彈LRASM 射程930公里 同樣可以遠距離攻擊對方的航母艦隊 防不勝防 美國的B-1B轟炸機現役62架 後背竟然還有24架 目前美國兩個聯隊裝備B-1B 分別是第七轟炸機聯隊 位於亞利桑那州的戴森空軍基地 和第28轟炸機聯隊位於南達克塔州 有意思的是這兩個基地都位於美國的西部 如果太平洋地區發生衝突的話 B-1B將會更快地到達戰場 在亞太地區 美國依然部署有核彈在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 這隊空軍基地駐紮著美國空軍第36戰鬥機聯隊 同時還駐紮著美國空軍的戰略轟炸機大隊 像B-52 B-1B兩種戰略轟炸機值班待命 安德森空軍基地的核彈是專門為轟炸機設計的投放式核彈 配給美國戰略轟炸機廣泛使用的空投核武器 我們回過頭來看美國空軍全球打擊司令部 坐擁世界上最先進的隱身轟炸機B-2 還有超音速隱形轟炸機B-1B 再加上遠程戰略轟炸機B-52 和數百枚民兵洲際導彈 你可以開著飛機投放核彈 或者在擊敗公里外使用裝備核彈頭的巡航導彈發動攻擊 還可以發射陸機的彈道導彈 可以說擁有在無形之中摧毀任何敵方的能力 可以說他們是世界上最讓人生命的部隊之一了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介紹美國戰略轟炸機部隊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朋友歡迎點贊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